現在桃園有場路跑 新來五千五百名的跑者來參賽 但是不少的跑者呢 卻說在接駁站等不到車 導致他們沒辦法準時來起跑 因此不少跑者只好被迫棄賽 或者是沒辦法獲得成績 當然許多人就抱怨主辦單位出大包 那麼對此呢 大會現在也說了 將會針對一百七十一人 主動來退廢 補償損失 池門水戶封辦嘛 準時起跑 但會場外接駁點 還有不少參賽跑者 等不到接駁車 參賽跑者在接駁點被放鴿子 都過了半碼起跑時間 主辦單位才緊急派車來接人 最後有跑者延遲出發 更有跑者只能選擇棄賽 出大包的主辦單位決定 賠錢了事 接駁車是已造成跑者不變 本局會加強改進 針對延遲出發的民眾 將以退廢方式處理 明年賽事會加強交通 與停車接駁站的規劃 池門水戶封辦碼 今年邁入第八年 已經有七次主辦經驗的桃園市 竟然會在接駁車上出狀況 在延遲出發的跑者中 大會決定僅有一百七十一位 主動退費 但今年封辦碼參賽費用漲價 跑者搭乘接駁車 還要另外收費 議員痛批市府行政大有問題 不是只有這些參賽費而已 還有他們中間練習的努力的損失 而且我們桃園市政府誇口說 要將石門封辦碼 提升到國際賽事的水準 去做國際認證 但卻連基本的接駁都出問題 這螺絲真的是掉滿地 體育署指出接駁車及管制時間 賽前以簡訊及網路社群上公告 沿途也有路標指引 沒想到還是會出狀況 至於無法準時參賽的跑者 還是能在關門時間內完成賽事 並享有大會準備的完賽禮品 記者謝祥林 台灣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